那我们现在就先来去看一下 我要收集什么资料 我先把栏外名称先写好 比如说我这个资料收集 应该是收集学生的成绩 所以当会有学号 我只要收集到哪一个学生的学号 然后他国文考多少分 英文考多少分 这样子就可以了 那当然啦 假设我们现在也顺便收集一下 他的姓名好了 然后国文分数 英文分数 那请问一下要不要把总计 也要去做收集 不需要 这总计就直接到时候写一个 自动计算就整个算完了 或者是这个总分啊 小计啊 名次啊 这些都应该是属于衍生性的资料 既然是衍生资料 千万不要跟收集资料混在一起 收集资料很单纯 就只要做收集资料 举例来说 假设我今天要收集国民的身高体重 最简单的一个做法 身份证字号 身高 体重 那至于他的BMI 或者是过胖过轻的认定 这都是衍生资料 直接都可以算出来的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简单子只是为了要收集这个学号 姓名古文英文的分数 可以哦 所以您先确定好你要收集什么资料的栏位名称 就请你先写好 从A1这边开始写好 所以请你们呢 先去这个资料表里面 建立这个简单的内容 好 然后请你们先动手做一下